你好 歡迎收看10月18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既然向110年最後一場村長會報在18號舉行 各村村長都提出了許多包羅萬象的問題 希望可以獲得鄉公所來協助處理 村長由竹珍表示 村長的提報案件執行率大約有8成 其中部分是牽涉到縣級或者是中央單位的權責 鄉公所即使沒有辦法立即解決 也會主動和相關單位來協調溝通爭取 要盡全力來做好鄉鎮建設工作 三個月一次的村長會報是收羅基層建議 和解決民眾需求的重要會議 村長和村幹事們把握機會 提出了社區當中所發現的問題 希望鄉公所能夠協助改善 鄉長由竹珍表示 吉安鄉村長們的提案執行率大約有8成 只要是鄉公所能夠解決的 一定責成相關科事立即處理 而其中有一些是縣級或者是中央單位管轄 鄉公所也會積極和上級來協調溝通爭取 盡全力來解決民眾的問題 在我們過往對於村長的提案 我們的完成率激進是80% 面對了中央的問題 縣級的問題 我們也會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改善跟通報 還有反應機制的開啟 未來我們會針對於不同的單位 甚至於是中央縣的問題 我們也會來開啟拜訪溝通跟執行的這個要項 我們希望每一次的會議都要有很精準的一個結論 或者是服務的趨向不可以淪為這個會議有討論 會後無執行這樣的一個狀況的產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我們相公所的團隊把所有的問題 作為一個穿著針對改善的目標 村長們關心的就是民眾基本的生活舒適度和便利性 水溝要通 路燈要亮 馬路要平是基本要件 還有垃圾 空地漿亂 流浪貓狗 公園運動設施 狗辯問題 電信基地台架設等 都是村民們經常反映的意見 相關團隊也主義的回復 並責成相關科事來解決 希望透過和村長們的協力 營造幾岸鄉成為舒適幸福的生活家園 劇旅會既然相報導